为了提供乘客方便的公车资讯导览服务 交通局和台北客运合作 在台北车站推出公车导览地图 民众只要依照地图上的英文编号 找寻所要前往的方向 并且每只公车站牌顶端都设置了站杆 乘客只要依照上面的序号 就能够方便找到站位搭乘公车 想要在广大的台北车站周边搭乘想要前往的公车 可说是一件困难的差事 不过公运处这回与台北客运合作 在捷运N5出口旁设置了公车导览地图 民众只要按图索计就能轻松找到方位后车 会有些公车站牌它是比较长的分散 那分散很多民众就变成要逐个站牌去看哪些路线 所以它会比较好位数据 因为它看完的时候公车已经进来 所以基本上它如果先去找这个路线从哪里 它在哪一个位置 它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位置 公车停靠路线导览图上 乘客可以先找到自己所在的方位 接着再以英文编号找到想要前往的方向 而这里的每只公车站牌顶端都设置了站杆 在照导览图上的编号 就可快速找到搭车站牌 国外的一些客人或者是游客大概也比较多 那背包主也比较多 所以它只要来看到这个图的话 大概就比较容易在哪里拉水往哪里 只要的目的是在这里 有鉴于台北车站为重要的交通枢纽 并且往来的乘客与观光客相当众多 因此交通局设置了公车停靠路线导览图 并且将公车站牌设置站杆 审讯民众寻找后车处的困扰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道